您是舔共 然后促同吗 民进党在这件事情 最大的败笔就是说 他就是双标 挑战自家党主席 民众党议员参选人问了希娜 柯文哲借题发挥 为今夏大桥在港民进党 2016年 共同顿见就有 陈建仁副总统没讲过 民进党的全代会金门的提案 我来念一下 把当年民进党的联署算一遍 就连路委会拿来 政轰他的时空背景不同 他也可以嘴回去 再批绿营过去种种都是为选票 还有吵不停的统独议题 绿营的人常常会被说 你们是不是小烂 你就问他台湾现在这样可能独立吗 可能统一吗 那你现在在乱 你在乱什么 他说未来 你未来的票投给国民党跟民进党 那你现在的票先投给民众党 这句金句哦 陈文哲从两岸谈到新国安危机 年轻人不婚不生 身为市长得解决 作为家长他更是着急 他想说如果我都没有办法 说服我女儿结婚 他说我都没有办法解决别人 有一次陈美琪问我女儿说 你要不要想嫁 他说不要 他说他妈妈很辛苦 他妈妈很辛苦的样子 他说不要 妈妈都没有看到人影 参选人模拟咨询市长 柯文哲拉台民众党小机 意外曝光假午事 TVBS新闻 红富华丽萍台北报道 扫铃铛